为庆祝加拿大建国150周年促进家中文化交流 第五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周末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 电影节共收到了来自两岸四地每家等地一共246部影片 其中四位加拿大导演赴中国拍摄的一带一路纪录片更是引发热议 在温哥华国际电影中心举行的华语电影节开幕仪式 吸引多位加拿大三级政府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 电影业界代表及电影爱好者出席 主办方介绍说 华语电影节入围影片超过七成是年轻导演作品 希望借着这个平台鼓励和帮助更多年轻人进入电影行业 今年第五年也是庆祝我们加拿大的150周年国庆 所以我们今年温哥华华语电影节板块有增加 然后奖项也有增加 我们开设了纪录片单元 然后新日影人单元 还有动画片单元 在电影合作方面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 还有就是我们也有很多名演员 温哥华也很多名演员 所以双方大家可以联合制片 这个也是下一步我们总领馆要推动的 文化电影制作的合作 电影节自2015年启动看中国项目 今年特别选派四名加拿大导演 开展一带一路纪录片的拍摄 四名导演远赴中国大西北 甘肃兰州 采访中国传统艺术传承人 一共完成《易镜》《真善美》《向北40英里》等纪录片 有关电影节更多详情可以上网站www.vcff.org查询 凤凤卫视 武警苏一恒 周雄瑞 温哥华报道